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成为每天的习惯 从海旁望过去 金黄色的太阳已升起了 夏天吧 总比我早起来 看着船只一排排在岸边 大家还未开始运作 看着路上一个个人的面孔 有时陌生 有时熟悉 还有那个女人 清晨六点的海旁 一般都是老伯伯 老婆婆居多 中年人其实不多 如果有年轻的 只会逗留很短的日子 或许是为着比赛而锻炼 或许贪新鲜 或许是其他 总之 很快便消失了 那个女人 很年轻 似乎是刚刚步入中年式的 但她的神情 走路的姿势 看不到半点火力 看不到任何的目标 她的脸上 好像告诉人们 我有事了 我要好好在清晨时分来这里 好好呼吸 好好珍惜 她有什么事 她的脸上有点沧桑 她的工作是什么 环境复杂吗 究竟这个大清早 她是刚刚睡起来 还是刚刚下班 她有什么事 是身体病了吗 还是心理精神病呢 我实在有点无聊 好像要为她 写一个人生剧本 一天的早晨运动完结了 一天的工作要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